昨天晚上第十二届的台北电影节颁奖了 最佳女演员由主演听说的陈以涵来得到 另外最佳男演员评审则是颁给了今年只有十一岁的毕小海 毕小海的得奖也创下了国内影帝年纪最小的记录 至于卖座的国片蒙甲 既有获得一项得到了最佳美术设计 汉木村拓哉林志玲一起合拍日剧月之恋人的日本女星 北川景子应邀来到台北电影节颁奖 成为最受瞩目的女明星 大家好 我是北川景子 很高兴见到大家 而台湾新生代女星陈以涵一席露肩黄色小洋装 展现年轻活力 她也拿下最佳女演员 也是出道以来第一个奖项 我想平时会给我这个奖 是因为我平常太吵了 而听说是我唯一一部没有讲话的电影 我想我之后应该要多接一些植物人啊 尸体啊 就尽量不要讲话的 可能会得奖的机率比较高 最佳男演员跌破大家眼镜 由年仅11岁的毕小海 打败偶像男明星阮静天赵又廷 报奖回家 打败了蒙甲那么长的片 得到这个奖 你就感觉 你好讲他们很凶的 我不知道因为我根本没有看过蒙甲随服片 对 蒙甲他不能看 国片一夜台北在柏林电影节大放异彩 女主角郭彩杰也获得最佳新演员 真的很开心可以拿到新人奖 因为其实是歌手也是演员 其实真的很难在各自的领域 就是有一个真正的肯定 百万首奖是由纪录片乘着光影旅行获得 最佳导演则颁给独立电影工作者郑文棠 最佳剧情片则是描写小人物的第四章画获得 至于卖座两亿的蒙甲只获得最佳美术设计奖 明星新闻赵会张军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